今天呢咱们给大伙说说卡扎飞 有的朋友说那卡扎飞不死了吗 哎是死了 去年呢2011年10月25号 卡扎飞的尸体啊被展览了五天 在这五天之后到10月25号这天 在北飞沙漠一处很秘密的地方 卡扎飞终于拥有了自己的葬礼 在一个宗教仪式主持人的主持之下 卡扎飞被秘密安葬 那么卡扎飞作为是个异国元首啊 说实在通过政变的方式下台 这个很常见 可是也少有像卡扎飞死的这么惨 他死的时候呢 咱们好多朋友都通过新闻报道了解到 被删了几十个耳光 被踢了几十脚 脸上来一枪胸口来一枪 就等于死相非常惨 这世界普遍认为呢 卡扎飞呢 最后是被利比亚的士兵给打死的 那么有的朋友以前通过报道了解到 说这卡扎飞啊 把这个利比亚弄成非洲最富的国家了 通过石油吗 然后又免费医疗免费教育 自己又是这个住着帐篷 就喝着骆驼奶 很简朴 说这么一位为国为民的领袖 怎么就被自己人给打死了呢 他怎么利比亚国内有这么多人还反省 他怎么会被打死了呢 祝你你这就怎么会被打死了呢 我为什么不被打死了呢 是一个人的费用力 就看你这种不被添死了吗 是一个人的费用力 你这么多的人费用力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